雙十國慶大田今天上午在總統府前廣場登場 維安戒備也是提高到最高規格 制高點都有狙擊手還有國安人員監控會場狀況 而各個出入口也都有安檢管制 長寬四十公分以上的包包 力散都不能夠攜帶進入 就連飲料也得先喝一口才能夠放行 狙擊手在制高點監控會場還出動干擾槍 一刻都不敢鬆懈 雙十國慶大田總統府前登場 維安也提升到最高規格 總統賴清德進場 維安人員更是繃緊神經 出動望遠鏡檢查周邊有可疑分子 從九號晚間總統府就陸續完成部署 府旁就有國安和憲兵高層 組成的機動指揮所能夠掌握全區動態 一有狀況隨時撤離 國安局長蔡明彥一早坐鎮指揮 民眾進入會場也得經過嚴格安檢 與會民眾排隊在入口依序檢查 槍袍刀蟹等危險物品不能帶 包包長寬不能超過四十公分 也不能帶利散 氣球擴音器也不行 如果有帶飲料得自己先喝一口 更是禁止攜帶含酒精飲品 而國家慶典場外照例 有反中華民國的民眾舉牌抗議 就怕民眾情緒太激動 警方也加派人力掌控秩序 要將國慶大典為安做到滴水不漏 藉由台北綜合報導